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同的手法 方法 但是目标都是一样 不管用的是调声 调息 调心的观形之观 或者是在行住 坐卧 穿衣 吃饭 在当中应激对应不同的根性 而有不同的接引 有的人在禅堂内很有收获 有的人是在出坡坐物之时 甚至于有的人呢 是在病苦和遇到困恶 大死一番之后 波台换骨 但是不管你是用什么 你的方法 方便有多门 归原性无二 这一次因为在去年我们开始每天学习楞严经 所以依据楞严经的修习方式 教导大众回归到本来与佛没有差别的菩提妙明真心 这个方法呢 很简单 但是需要一步一步的犯观自照 那禅宗呢 他没有局限 你一定要用哪个方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应的法门 但是最重要的是观念 知见 你要见 见自本心 是自本性 吉明大丈夫 吉明佛如来 在六祖谈经里 六祖大师在做行者的时候 他看到啊 惠明还有神秀都在一个门外修行 身是菩提树 心是明镜台 直时情服事 务时惹尘埃 这个身啊 就是我们平常赖以为身的身 我们活着要靠身体 往身也是跟身体告别 所以从早到晚 就为他忙 为他累 身病了也不舒服 平常很健康 还是需要衣食住行 吃饭睡觉 吃喝拉撒睡 就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他到最终呢 还是没有办法如愿的长明百岁 所以我们有这个身 它就是基本的痛苦的来源 因为他有生老病死 有生一定有死 走向死亡 只是在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 我们如何可以跳脱出这个身的束缚 就是藉由患身 这是无因患宅 不要被他拘束太多 但是藉由这个患身啊 来计甲修真 那这就是要回到心法 我们的心要做主 要知道他是主人 心能做主 真会随他而转 但是心呢 因为无始以来 我们已经习惯依赖身 而以为非他不可 这就是所谓啊 五蕴甲合 这五蕴呢 就会把我们自己的灵明妙诀 给蒙蔽住了 所以现在来修行 就要跳脱出 根 成 相对 这个叫做脱根 脱成 所以在论言经的一开始 佛陀就先让阿南先定义你自己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我们一般都说 我是身高 体重 长相 人种 性别 年龄 相貌 肤色 发型 我们的气质 这就是在定义你的身体 那如果要定义这个人呢 个性 兴趣 爱好 专长 我的想法 就是定义你的旺心 我们有专长 也是这辈子去学 或者是因为工作 或者是因为兴趣 或者是因为环境 你就得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它只是你暂时的心的状态 除了身跟心的这一种定义之外 到底什么是真实的自己呢 所以佛陀问呢 我们如果不知道心的真实的样子 你说你在修心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修什么 就像认贼为字一样 这到最后啊 是养肥的那个贼头 最后你真正的自己 反而没有照顾 而慢慢的迷失 那这不是很冤枉吗 所以啊 在楞严经理啊 你要先破旺 破旺事 包括依着旺生而产生的心 那这是怎么做 所以需要有一些方便 第一 你要懂得内观 你要观察啊 它有两个标准 就是你现在所修的 所想的 这是暂时的 还是永远的 有生就有灭 那如果我们用的是这种暂时的 那因为它对我很好 所以我就喜欢它 那它如果对你不好 我就讨厌它 那表示那个喜欢跟讨厌都不是真的 它是生灭的 它是有条件的 它是有十节因缘的 这叫生灭心 因为我现在啊 领着这个老板的薪水 所以我就不得不认真 你的认真是假的 因为有一个利益在驱动你 一旦这个利益没有了 你就没有了 所以临时抱活脚的人 很多都是这样 因为我遇到紧急的事情 所以我必须要来求 等到我得到了满足 那人也不见了 生灭心呢 只会让我们啊 在修行这条路 静静退退 那师父对我很好 不就很认真 很静静 很发心 师父对我爱理不理 哼 我也跟你爱理不理 有什么了不起 那你得到什么 你得到一个退心 那对你有什么好处 没有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我们在道场啊 常常看到 来来去去 损失的其实不是道场 损失的是你自己 那当然呢 每一个人都希望 自己可以度尽所有的众生 自己都希望呢 每一个人都是圆满的 但是我们要记得 就修行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依据的是这种 条件型的修行 那我要看 我有没有遇到善知识 我才要来精进 那也是太危险了 因为这叫生灭心 你很喜欢佛 那也是你想的 你很讨厌佛 那也是你想的 这都是妄想 好那到底怎样 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 就会变成像阿南这样 我为什么出家啊 因为我看到佛好庄严 心爱佛故 而且刚好佛又令我出家 刚好佛又叫了一下 阿南啊你要不要出家 太好了 佛真的对我太好了 太喜欢了 啊 就是一拍即合 有的人呢 出家是师父叫的嘛 叫了之后 欸你明明把我拐来出家 你为什么要出家之后 你都不理我了 他就阿南啊 但是阿南呢 他自己啊 还不错 他还知道啊 要突破 要努力 所以佛陀就说 那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自己是什么 你为了什么 你修行如果不知道啊 有真实心 和生命心 只是依赖着某一种情境 那在修行很危险 因为你没有办法持久 有人拉 那你能够被拉到多久呢 我们现在啊 大家有一个目标 好 我们要送金 师父会鼓励 有奖状 有奖品 有奖赏 有鼓掌 有爱语 那你就很精气很用功 但是掌声响起 会掌声 不响起 那怎么办 所以啊 一开始 佛陀他对阿门是 问他的心 要让他认识他自己 一世以来 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认识自己 所以患得 患失 得 也不是真的得啊 你只是意为 我是自己觉得自我感良好 我很棒 失 其实你没有失去 你只是意为自己失 所以在十番显见 阿门就不知道自己啊 到底颠倒在哪里 佛陀说 因为不只辱身辱心 都是菩提妙明真心 因为前面讲 幻生幻心啊 那是不是表示 我们都不要依赖他呢 可是我又得要照顾他啊 我又得要随着他转啊 所以这时候啊 这佛法里面所教我们的观行 还有观念很重要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懂 有两个原因 用不上功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练习不够 你没有随时都在闻思修 没有闻没有思没有修 闻的太少 所以无从思 那闻的太少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在听的时候迷迷糊糊啊 有听没有到 现在啊大家坐在这里在听 然后呢心就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等到打完幻想回来 师父讲完了 师父讲的真好 都听不懂 为什么 因为你都还没有听就过去了 为什么 因为妄想很多 妄想很多导致我们该听的没有在听 那现在是残期啊 我们没有让大家做很多事 那到了最后一天啊 到第六天 讲什么都没有用了 因为隔天要回家了 都在想等一下我要联络计程车 我下山我要叫我儿子来接我 我可不可以跟师父讲 我要跟谁一起回去 就会这样啊 所以为什么 这残期啊 其实都没有期 前面两天就在想 刚刚匆匆忙忙上山 这什么没交代 什么没交代 前天的事情还没处理好 怎么办 那个人忘记处理 瓦斯不知道有没有关 那个灯 就是前面的事情还没处理啊 所以打了两天的妄想 接下来呢 太累了 中间两天 昏沉 所以保了后面两天 要准备下山的事情 所以我们永远就是这样啊 修行不修 前面二十年三十年 你的人生在做什么 三十岁以前 你为什么不修行 我在准备我的人生啊 我的事业都还没起步 我的家庭才刚刚组成 我都搞不清楚 我的人生要干什么 都还在准备在学 东学一点西学一点 看看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没有一样学透 因为都学一下 好像也不对 学那个也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人生 要来做什么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 在推穷寻足 做了很多性向测验还是没有 因为你的个性 就是属于选择困难症 等到摸摸摸摸摸 终于没办法了 孩子了 已经有了一个事业了 好吧就这样子吧 所以二十年就过去了 等退休 那你什么时候 要认识一下你自己 没办法啊 我先忙完这一生再说 我孩子长大再说 我现在很忙 孩子长大你也没教他啊 因为我们长大 没有人教我们 要认识自己啊 所以我们又用同样的鱼吃去教育孩子啊 你没有让他在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去认识你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知道要这样子教育啊 我们只知道把他送到学校 就以为 学校不会教好 他不会告诉你生命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来的啊 谁教我们啊 不是这样吗 如果你是古时候的女人呢 当然不用讲什么男女的问题 这个时代最好啦 男生女生都是平等的 你如果古时候还是女人呢 有人说 那佛教说男女不平等 不是因为佛教男女不平等 是社会是男女不平等 社会到现在才开始 有一点点的平等 现在又开始女权至上又开始不平等 男权被压制 这个世界没有一天会平等 因为没有人要修行 修行了之后 你才会知道什么叫真平等 不用抗争 你只要让自己的心真正的平等 你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世界的平等 佛陀在三千年前 他就讲人人皆可成佛 人人皆有果性 这就是平等 这是最真实的平等 乃至于连一只虫 一只蚁 他都是跟我们没有差别的 我们有做到这样吗 没有 那如果你不能够深刻的这样认知 你就没有办法真实的认识你自己 可是我们不是要这样子来过日子啊 所以等到退休了 终于有一点点的时间了 偏偏现在的孩子啊 生存很不容易啊 所以我要帮他分担一点 你的人生到底什么时候 要来用功啊 已经养了很多的习惯了 自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 他不下了 你说师父啊 你叫我去道场 我就不习惯了 是不是 想想看啊 的确是这样 我们这七天 大家互相住在一起 还可以忍耐一下 因为七天之后 啊 乐山终于恢复清静了 那如果大家呢 经过七天啊 被师父一劝说 突然呢 全部喝的迷幻药 每天呢 我们都下一点迷汤 你们的不得不吃 我们下的 全部通通都不想回家 因为我们还蛮苦恼的 这么急 怎么住得下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盖大一点的道场 因为要拼的 其实不是大家住的好 还是不好 要拼的是你的老命 我们要求的一个清静 不是住在一个清静的地方 就会清静哦 是你自己的心 清静真的都是净土 但是我们为什么 会没有办法有清静的感受啊 是人的是非啊 住在一起就有感觉嘛 受想行事 这是妄心 所有的世间的争执 争论都是因为这个而来 那佛陀就跟阿难说 无始以来 虚妄想想的这一个虚妄心 他就是轮回的根本 生死的根本 但是其实他是不堪一击的 因为你不要理他 你不要加强他 他自己会消灭 你不用去心灵辅导 你也不用去找 你的那个结到底是怎么来的 你也不用去找佛洛伊德 你也不用去什么治疗 也不用全世今生 佛法最直接了当 就是他就是照见五蕴皆空 他本来就不存在 只是你以为他存在 以为了之后 你就把它当真 就在上面贴标签 美媚为空 空会暗中 结暗为色 色杂妄想 想象色 加上妄想色 生嘛 想象 想象就是两个 一个是心 有想法 想法当中 有样子 有样子 就会变成 我就开始产生 一个形状 就像我们现在说 你好喜欢吃甜食 一听到甜 你的口水 就有甜的感觉 舌头 你如果想到臭豆腐 好臭啊 是不是 这个就是一个像 但是这个像是存在哪里呢 存在在你的 巴士田当中 我的印象 我的想象 那我现在有了这个想象之后呢 他就形成我现在长的样子哦 像有形生 所以色杂妄想 想象为生 巨远内窑去外奔易 昏扰扰相 以为其心 人之初 你回到 回到这一生 再来投胎的那一瞬间 你那时候不是长这样啊 你没有样子啊 有吧 没有啊 即使你去看你的父亲 你的母亲 你也没办法想象 你会长成这样 同一个父母亲 养出来的 家里面有三个五个兄弟姐妹 没有一模一样 纵使双胞胎也不太一样 那你怎么会长成这样 有的人会说 每个爸爸妈妈 都把最丑的拼在我身上 有没有 有的人奇怪 我妹啊 这美到不得了 那个最美的 挺鼻子啊 大眼睛 厚嘴唇 那个什么眼淡 额蛋脸 你去看到 大家有看过我妹妹的照片 你真的吐血了 可是还好 笨笨的啊 就是没有要出家 笨笨的 这什么还好 很惨啊 你说 一样是 父母亲啊 这长出来的孩子 怎么不一样 因为那是你 让你自己长这样 想像 想出来的 所以大家要为自己的容貌负责 你不可以怪你的父母 就是这样 学佛才知道的 那你学佛前呢 都在骂爸爸妈妈 工厂不好 是不是 哪一个父母亲 想要生出这么丑的 那么笨的 谁不想要生出 都不像自己的 所以有的人呢 是这样啊 是不是去新加坡的时候 有一个太太啊 老太太 她每天都会去找那个地藏王菩萨 就在地藏王菩萨的佛堪呢 一直求她 请她送一个孙子给她 因为她的媳妇啊 很认真啊 但是都生不出来 儿子跟媳妇都是这样 每天每天都去求 那很虔诚的老太太很可怕 求到有一天呢 她突然从佛堪里面听到一句 好啦 听到咧 连地藏王菩萨都烦了 好啦 真的小孩子就有了 真的很厉害 这老太太回去 一定是一直叫她媳妇念地藏王菩萨 就是这样啊 这菩萨送你的啊 赶快啊 每天要念 没学佛也要念 因为是我求来的 所以这孩子啊 长出来 真的都不像她爸爸妈妈 太庄严了 就长得像地藏王菩萨一样 一模一样 她是五岁的时候 我看到她 怎么长这么好看 那孩子喔 这走在路上 所有的人都会看到她 她身上脸是会发光的 你就是会看到她 你就好喜欢 她就长得跟菩萨一模一样 地藏王菩萨 她是一个女生 所以长得像地藏王菩萨 有一点点难像 那是她想的嘛 因为她的念头 在她肚子的时候 妈妈就一直跟她讲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她的婆婆 就每天就是一直说 喔 这个baby你是地藏王菩萨送来的喔 大家是不是很开心 这孩子啊 她在一阵一阵的这种教养当中 她的念头 她就是心里面都是想着菩萨 最好的胎教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回去怪父母亲啊 你就说 你怎么不找一点学佛呢 怎么把我长这样 嘴叶而来 有的人一出生就是脸臭臭的 像一个老头子 不开心 为什么 的确有很多的苦 不舒服 但是这个夜感呢 也同时带来的善根 莫到出家容易得 皆因素世做菩提 你能够种下这么多的菩提因 你才有今生能够来这里听闻佛法 而种下出世间的善根 这样子的一个善根 它是不是因为谁给你的 不是因为你遇到了谁 而是你自己累生累劫的因 这个种子种下去 它会开花会结果 所以无始的叶 它的确是很可畏 因为惠媚为空 一旦无明不清楚 转瞬即是来生 你一不小心 你一呼一吸没了 没了呢 有谁能够带你去哪里 你不知道 都是在你自己的脑中 有各式各样的幻影 所以各位 游人不如求己 你脑中的妄想 你只能自己处理 因为它会带着你到下一生 人在灵命中时 两眼内视 两耳内听 就跟禅定差不多 你的眼睛已经不能看 你的耳朵也听不到 你的感官 在这一生的身体要败坏 它坏掉了 所以你没办法攀圆 你只能从内心当中 很多的虔诚妄想会浮现 虔诚妄想浮现 如果你没有判断的智慧 你真的以为那是真的 你以为那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的妄想 是自己想出来的 所以你会觉得很像 好像是真的 所以禅妻啊 要保持能知的这个心 不管是什么 第一 这个身是这样子 妄想堆积而成 色扎妄想 想象为身 有了这个身之后 我们在这一具躯体当中 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受想形式 受就是感觉 有的人很重视身体的感觉 要舒服 眼睛要舒服 耳朵要舒服 都要舒服 这个感受就是这样 每天每天都很短暂 吃东西好好吃 也是短暂 睡觉好舒服 也是短暂 天气很冷 弄一个温暖的 暖暖包 好舒服 也是短暂 你不管怎么努力 你的身体的感受 就是一直在变化 但是我们会被这个受 蒙蔽 叫做受颠倒 身体很不舒服 你要把他做什么 你要关他 就是无常 关瘦无常 所以你的身体在四大不调的时候 就像现在在腿痛 刚好可以练习 他是假的 他是虚妄的 他是短暂的 那就不要理他 你很理他呢 他没有用喔 会越来越痛 你就会痛喔 就把自己当成旁观者 就像你看隔壁的那个痛成那样 喔很痛喔 这样 你试着把自己当成这样 喔很痛喔 真的喔 很难过 好伤心喔 你试着跟自己对话 你先笑笑的看着自己的痛苦 笑笑的像一个旁观者 不要太认真的觉得自己的受想行事那么的重要 他会无限放大 放大到全世界都背叛我了 全世界都对不起我 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可是对别人来讲 他好容易把别人的痛一笑置之 所以要跳出这个骗局 你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旁观者 这叫做贱贱之石 贱非是贱 我看到了自己的贱 那个贱不是你的真贱 他只是看贱 你知道就好 看到好的 喔这个不太好 看到坏的 这个不太对 这个人很不错 那个人 嗯 这个食物很好吃 嗯 那个食物很难吃 嗯 可是我们不会 我们会黏住 这个人好好 我好爱他 我好想占有他 那个人很坏 我好恨他喔 过分 最好死 无上身之地 这个人好好 这个东西好好吃 我要把它吃到肚子里面 全部都吃爆 这东西好难吃 最好再也不要跟我看到 你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天油加醋 把自己跳进去了 看到就是看到 渐渐之石 他会有生有灭 我们的心是这样啊 既然有一个是真的心 有一个是假的心 出来的那一个是 会跑出来的 就是假的嘛 因为真的心不会变嘛 一下子开心 一下子难过 神经病一样 那个就是假的心 所以有的人说 我的情绪很激动 有的人是很情绪化的人 其实每个人都是很情绪化 你只是被情绪骗的 情绪骗到结局就是忧郁症 因为他走不出他的那个情绪的假象 他把他当真 而且是这种人呢 很恐怖 他记性很好 我们有遇过几个 我有说过这种话吗 因为他扭曲 扭曲啊 因为他用他听了之后 用自己的想法 去把他诠释一遍 存在自己的八字田里面 他把任何一个无心之言 加上自己的意测 他认为你对他有意见 认为你讨厌他 就把他放到心里面 存着 接下来 重复的回想 播放 重播 痛苦 难过 伤心 不甘愿 恨 怨 有机会遇到人 诉苦 寻求认同 寻求安慰 就再加强一次 没有机会遇到人 就自己想 自己想自己 独自垂肋 独自难过 到最后 精神崩溃 所以有忧郁症的人 有分裂症 妄想症的人 打残期很危险 除非 你在残期当中 你被发现了 赏香板 把你敲醒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各位 这个事情 是每一个人都会有 谁没有情绪 每个人都有 谁没有感受 每个人都有 谁没有想法 妄想 有都有 所以每个人都是神经病 我们的思维里面 没有正思维 没有亲近的思维 是染污的思维 就是神经病 神经出毛病 只有佛是正常人 那所以 只是我们的病 比较轻 还没有严重到 必须要强制治疗 所以我们 比较轻的人 就把比较重的 关起来 说他们叫做神经病 平常呢 看到自己啊 失控的时候啊 如果有一个录音机 录一录 你就知道 如果能够呢 观察到自己 有一个规律 有一个周期 你会好 因为这个是一个 内心自我对话 乃至于内心自我救赎 的过程 没有人能够帮得了你 你听佛法 听得再好 再殊胜 你没有把它用来治疗你自己 你还是没有用 你还是一样 学佛学了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还是用不上功 不可以怪佛不灵 你要自己知道 能够遇到愣眼睛 愣眼睛就是告诉我们 你真的不要被这个忘心骗了 因为这个忘心让我们往受轮回 是很冤枉的 因为他一切的源头就是无明 不清楚 好那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你处理的方式有根本上的处理 还是从末节上的处理 如果已经造成过失造成痛苦造成失常 忏悔 生病治病 吃药 忏悔 修加行 发大愿 消大业障 如果那个病呢 还没有那么严重 自己内心知道 有一些嫉妒心啊 比较心啊 贪心啊 不耐烦的心啊 就从心致起 所以我们早课 会有一个六根忏悔法 这六根忏悔法 就是理上的忏悔 就是弟子等 我的念头啊 眼睛要怎么样清净 耳朵要怎么清净 面面不被贪嗔痴所染 楞元经的心法 狂行顿歇 只要你发现又在打妄想 你就停 贱贱非贱 或者是参话头 一个谁就把他破了 你才不会被骗 我们呢 大家都差不多 只是 你有没有纯熟的去练习 我们学到的法 都差不多 我们的悟性也没有谁比较高 就是练习 所以用不上功呢 就是练习不够 那练习不够是什么原因 就听太少 没有让他觉得量不够 不够熟 不够熟 你就不知道要用啊 要用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用都听不懂 所以这是问题 为什么要用 每天每天学一点点来学 因为我们要学透 每天一百个字 一小段一小段 要趁这个时候把它学透 那学透呢 对我们很有帮助 还有学最好的方法 是把它多送送到背起来 一面十遍 一面一百遍 这部经啊 前文消后文 后文解前文 你会贯通 因为后面 五十一抹 跟现在 前面的十万显见 是息息相关 所以为什么要求大家 来打残棋 要先听过 其实你听二十一堂课的 还不足以让你可以来这个地方做得住 用得上工 但是没有关系 回去以后要更用工 二月一号开始 我们会把这个闷云经 在修道分 是要再把它研究下去 那我们自己呢 在修禅的过程 就要有一个决心 这个决心就是 我至少要让自己熟悉 这些法门 从自立的角度来讲 你这一生要成到正果 你才会对自己走修行这条路 才会没有遗憾 那方法就是 在佛法里面啊 你就是把这个佛法 佛陀教我们的法 不断不断的熟悉 世间的色身相味触法 的确是很迷人 很容易让我们失去正念 但是归根结底 还是要在法上 好 才能够让我们找到 真正的法神会命 这也是出家的目的 出家的意义 而出家就是 就是把世间的俗悟放下 你在道场啊 纵使你在张罗 衣食住行 那也是在修出事功德 因为每天啊 吃饭穿衣都有上供十方佛 中奉诸圣行 夏季六道匹 所以基本上 五堂功课在做的时候 就是实践 这是第二个原因 用不上功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没有认同 没有认识到实践的重要 直修 在日常生活 在每一个瞬间的心念 念念不空过 能灭诸有苦 念念不走作 直时刻刻 在在处处 都不迷失 都不忘失 正念不忘失菩提心 它叫做一行三昧 叫做不若三昧 所以这是第二个 一个是努力熏修 把佛法的知识 变成你的常识 因为刚开始是知识 好 这个知识啊 是需要特别学 要找老师 要有师父教 那师父 在佛法的学习上 有专精 有熟悉 有涉略 而且呢 有深入 第二个就是实证 修正 所以一个是解 一个是行 在解当中呢 我们要能够啊 博通三藏十二不经 你说佛法讲很多的明相 都是假明 但是没有这个明相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去认识他 但是虽然有这些名词 但是不能够直 文字相 不可以 以名词 为修行的指标 但是也不能偏废 说啊 这些都是 没有用的 只是很多人啊 佛言佛语 但是呢 行差的远 那你不能因为这个人行 很差 所以你就否定了佛陀所立的名词 只是有的人呢 他比较容易变成知识 所以要炫耀 他懂很多 懂很多的名词 他是变成佛学词典 但是他不是修行人 可是修行人也是从佛学词典来的 我们要先懂很多的法门 把它用出来 讲出来 好 所以呢 这个修行啊 就是在这个法门的熟悉 从解门 了解这一切的法门 他有目标 什么目标 就是要处理什么烦恼 要解决什么烦恼 这样我们在长期期间 就会告诉大家呢 三个基本的法门 第一个就是熟悉 但是这个熟悉关呢 其实它是一个调生调心调习 很简单的方法 但是他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定下来 所以他非常好用 熟悉 就是从自己的气息当中呢 练习心定下来 保持觉知的这一面心 这是温补 先把自己的身体啊 体质调好 让自己呢 可以慢慢的 进入一个比较安定的状态 你的心静下来 比较容易思虑清晰 也比较容易找到问题的根结 那你的情绪很激动啊 或者是在动荡当中 通常你没有办法 好好的呢 跟自己相处 好 所以这是第一 温补 第二个呢 这叫参话头 其实所谓的话头 它是一个从心的维系之处 以心追心的法门 从心回头去找自己的回头的那个心 头啊 找心的头 找画的头去掺 好 那这是很容易啊 会把自己以前巴士田 前世今生 很多的种子啊 它会把它清出来 所以它就像解药一样 它可以把我们累生累劫的巴士田里面 这些垃圾啊 好的坏的通通都清掉 清干净 但是它很维系 不容易修的好 那第三呢 就是十相观 中道十相 它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元通 耳根元通的法门 到最后呢 极灭现前 极灭现前 而成就了殊胜的功德 什么功德 叫做慈悲的功德 一个真正内心 没有任何烦恼的人 才是完全慈悲的人 否则我们带有一些自我的偏好 所出现的慈悲 是爱见大悲 是因为我爱他 所以我慈悲他 那就不是真正的慈悲 慈悲是有智慧的 而不是只是爱而已 所以啊观世音菩萨之所以会慈悲 是因为他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才能够真的慈悲 如果一个人有智慧 但是他不慈悲 他不是真的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他自然就会慈悲 很慈悲的人他一定有智慧 这是一体两面 智慧是体 这般若是体 慈悲是用 体用 是没有差别的 那我们知道啊 那每个人的心呢 你本来就是完整的 只是我们以为好像自己没有办法那么棒 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有异障 这个障碍啊 怎么来的呢 障碍就是累积 我们自己从以前到现在 就有一些偏好 有一些偏执 归根结底就是我执 就觉得我自己个性就是这样啊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啊 我的感受就是这样啊 所以呢 就被这个妄想片 被妄想心 所以现在来修行啊 先搞清楚 搞清楚什么 原来有一个是妄想心 前程虚妄想想 那一个是真实的心 他会带着我们看到你真正慈悲的自己 有智慧的自己 他怎么样分呢 很简单 要给他实践 所以以前呢 有一个 这句是啊 他去请示虚妄和尚 虚妄和尚 说哦 那你要修行啊 就给你三个字 随他去 他就一心念佛 什么都随他去 动不动呢 什么回答都随他去 但是他是真的随他去 不是因为我管不动他了 随他去 随他去 不是 他是真的 内心是真的随他去 随他去 随远 还有一天啊 他就听到他邻居说 你儿子在外面打架 随他去 那你家起火啦 随他去 你在当我们要修这个随他去的时候 随他去哦 随到最后会怎样 你要知道心很可怕啊 心会帮你吸 你不随的那个 来 你就看你能够随到 什么程度 因为我们修行哦 第一 如果你是真心要修行 你就会先遇到你 前世没修好的 你说我什么都可以 我对别人都很好 偏偏我加那一个 我就受不了 你没有办法随啊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那是你的功课 所以当我今天要布施的时候 你会碰到你的前摊 那你要 要修 慈悲的时候 你会碰到你的嗔恨 所以当你要修到随他去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一个 你很难随要变成他妈的 很可怕 你的心会带着你去面对你的功课 你的大魔王 你还是要知道哦 这就是一个选择 你到底要累生累劫 要听这个妄想的 随他 就跟着走 被他转 那就再一辈子 轮回没有闲多嘛 就是再一辈子 但是如果你觉得嗯 不行不行 我好不容易知道可以 停止的方法 我可以 逆转一下 试试看 给自己机会 不要怕 佛法就是这样 最多就是 再输一次 但是你如果有努力 你有可能 是可以翻转的 好 那关键就在哪里 关键啊 就在那一个 顿 那个字 你有没有 当下突然之间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不能够在随夜流转了 你要告诉你自己 在这个当下 我决定立地成佛 我决定 当下 我在面对同样的境界的时候 我决定 不要被自己过去的惯性 再去左右自己 因为习气就是这样啊 习气他就是一直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重复到你不知不觉 你好像没办法 你就得要这样子想 你就被他牵着走 但是 是因为 你不知道可以用另外一个 你本来就具足的那个力量 从以前就是一直被牵着鼻子走 你没有决定 你不被他牵着鼻子走 你没有做主 你没有告诉自己 肯定自己 你没有为自己做很多的争取 所以你就只能很无奈的被他牵着走 那真的太可惜 所以这个女子呢 她就听 徐云老婆上 这三个字而已耶 我当师父很简单耶 就做做做做做做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随他去 最后呢 他的结局是什么呢 煮饭煮到一半 时间到了 锅子一放下 铲子一放下 站着就走掉了 他好厉害啊 他可以随他去到这个程度 有的人说 欸不行欸 我等一下要死了 我要去躺好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想要怎么走 我们常常听到那个很厉害的 庞公庞婆 跟庞玉 跟灵照 他们在比赛啊 看起来比较厉害 如果我们没有那么自在 那你至少要先仔细啊 我们要害怕啊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好好的 这么的修行啊 这样子自在啊 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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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有静态的修行 有动态的行禅 有吃饭 有睡觉 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坡物 这都是禅的一部分 连休息去上厕所也是一部分 那如果呢 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就是你可以修的方法 这方法就拿来用 你发现原来这么简单 那你就继续用 继续用呢 保持自己的心无妄念 一有妄想 妄想来的哦 随便它 妄想来 打妄想 妄想走 就让它走 给它放生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会妄想 都想把自己气得要命 可是对方一点都没感觉 我们喜欢想那个冤金载主 冤金载主在你家 在你的心里 叫我如何不想他 可是你那么恨 你那么不甘心 或者是你那么爱 那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力 你只有自己在痛苦 不得解脱 你把它放掉 所以他去了之后 他活得好好的 彼此之间的关系 还会不一样 你们的关系啊 常常就是因为啊 互相不放过对方 我也不放过你 你也不放过我 所以我看到你 心里面的那个结 就不放 那不管他现在长什么样子 你的内心就会被吸引到 像磁蝶一样 也不是只有亲人会这样哦 那出家的 哎 其实会同期的 越看越讨厌了 边边都同期 很多事情都排在一起 连排队都排前面后面 看你怎么办 以前我们老上啊 他说 他去受戒的时候 突然呢 排班排在他后面的那个师兄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就打他的头 他说为什么你要打我的头 你一定在骂我哦 看着他的后脑勺就说你在骂我 这连我们师父这么厉害的人 他都会遇到 看着他后脑勺就讨厌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所以呢你被讨厌 没有什么关系啊 我会觉得老上也被讨厌 是不是 那别人的妄想这么严重 你要为他的妄想负责吗 你要是为他的妄想 他打你 然后你就跟他打 大打出手 两个一起被踢出戒场这样 然后这样 所以啊 这莫名其妙的业障 有的人呢 上次看到高雄有那个枪战 就是 警察明空 一个17楼的 刚好在那边看 就被他射到 谁叫你要看啊 就是明空极枪 你也会中奖 恭喜你 这就是业障啊 有人说 师父 这不是我弄坏的哦 为什么你就碰到 他就坏掉呢 叫他业障啊 人不是我抬的 他就死在你手上 很抱歉 他就是业障啊 他有这种可怕的业 看不到的 有一条路 明明当中在牵着走 你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去 有时候一句话 很难回头 这时候怎么办 就守好你的心 一念错 一步错 步步错 你的步步错当中 你还可以停下来 当下顿鞋 你可以回头 因为本来就没有灵医师 其实在这个眼睛里面呢 阿南说 他就是好像的 那个迷路啊 没有回家 其实他从来没有迷路 他只是以为他自己 迷路了 我们从来没有流浪过 我们从来没有轮回 所以我们一直 觉得自己是 在三界中流浪 三界 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 自编 自导 自厌 可是你如果没有真的去相信这件事 或认识这件事 你就会被你的妄想 不管是大的妄想 小的妄想 就会被他牵着鼻子走 你没有办法当下停住 因为力道不够 都不究竟对不对 他修了十一年最后 在菩提树下 那四十九天 让他成佛 然后说嘿嘿 我有十一年 但是我没有那个四十九天的纯粹 因为四十九天是没有睡觉的 所以我在换算 四十九天乘以 一天二十四小时 是不是各位这样算啊 你要算一下 你大概要用功多少支箱 你可能可以跟佛陀有一样的效果 那时候呢 只要有禅心 我就很期待 你平常很忙啊 你真的每天做一支箱 那时候佛学院还有早课 有一支箱 晚课有一支箱 中午呢十一点 十点半还有一支箱 那一天有三个小时 其他时间要学习啊 我们有很多都不懂啊 所以呢 有三支箱啊 可是三支箱里面 早课刚起床昏沉 中午快想要吃饭就想睡觉 昏沉 晚课太累 那你如果没有那么昏沉 就是妄想 刚出校妄想很多 到现在妄想还是很多 妄想它不是这一辈子才有的呢 那个妄想是 无时以来你的惯性呢 因为我们没有出家之前 哪知道要这样修 很多人出家也不知道要这样修啊 以为剃头就是了 就是你不知道在心上下功夫 你不知道随时都要下功夫 你没有办法做到纯粹 没有办法做到精进 就像烧开水 开一下火 还没有热就先关掉 哦好像有烧 你烧一万次也不会开 为热而洗就是没有用啊 你要做白工 所以那时候就在想 啊这49天的禅定 什么时候才会成片 如果你的功夫成片 49天是有希望的 要纯粹 后来呢就看到 智者大师的摩赫子官里面 有讲到四种三昧 有最短的就是这个21天的 还有7天的 7天 21天 还有三个月的 那我们先从7天开始练习 这7天当中呢 一字箱一字箱一字箱 把它连贯下来 打了10次残期 残期 打30次残期 你一定会不一样 如果你也都打了 可是怎么都还是一样 就表示你执着太重 是什么会障碍我们的功夫呢 傲慢 我是老残 我已经打了20次了 我只要听到有人这样讲 我就知道他完蛋了 你20次还这样 打到20次 还会告诉我他是老残 很丢眼耶 就表示没有用上功 他只是去打坐 他喜欢 喜欢舒服 喜欢打坐 追求感应 追求境界 追求安静 残期的安静 残期的舒服 的确是很多人很向往 但是残期很重要的是 因界生定 因定发慧 慧要破根本烦恼 你的深度不够 你打残期只在表面上的空心静坐 太可惜 所以要再深入一点的 叫做唯觅观照 所以第一天 先给大家 先有个预告 我们 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好 目的 就是让自己的楞严经 所学的这些理 可以变成实际上的行持 让自己的功夫可以渗透到骨髓 所以你的心随时都是首楞严 成就的是首楞严三昧 那这是我们这一次残期的目的 那学完了还可以在生活中锻炼 静中养成 动中磨炼 但是首先呢 你要先放下 你本来 我本来是净土啊 我都念佛啊 我都修密啊 我都有感应哦 每次我都一定要结莲花指哦 那每次呢 都有菩萨来出现哦 动哦 每次我都会怎么样哦 要先放下 你要先归零 所以狂心 顿些狂心 有包括好的狂心 跟坏的狂心 放想是坏的狂心 当然要放 但是好的狂心 那我以前学的什么什么法门 我每天都念了什么经 哦 我修了什么法 我跟了哪个师傅 我皈依了几十个 那个都要先放下 哦 要不然你的心哦 就师傅讲一句 你也在下面讲一句 你说我师傅不是这样讲的 哦 那这样子呢 你就很可惜 那 你学了很多的法 都会帮助我们的心 不是在比较法门 谁的厉害 没有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就是佛 最厉害的人 就证到阿罗汉 就是最厉害 没有证到阿罗汉的人 通通都不厉害 不管他多会讲 天花乱坠 恐莫横飞 什么 什么男的女的 出家没有出家 啊 反正他没证到阿罗汉 你都不要觉得他很棒 一定有私心 这佛法里面就是不通人情 啊 你再怎么喜欢师傅 我就告诉你 你不要喜欢师傅 你要喜欢佛陀 是有骄傲的法 因为你喜欢师傅 师傅不会 给你什么 回应 但是呢 如果你喜欢佛陀 你才会真的走出自己一条 成佛之路 那同样的 你连师傅都可以不用喜欢 你对你的家人 对你的朋友 对你的爱人 也可以这样 希望大众哦 要记得 这样子你的学佛 会学出一条很厉害的 直了成佛的一条 直通的路 这是顿悟的法门 当下即是 各个成佛 好时间不多 大众继续精进用功 黄星顿歇 歇吉菩提 你